现在我们要来继续探讨基督徒的身份与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要请各位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探究上帝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旨意 我要请各位一起来查看两段经文 以此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这两段经文都在哥罗西书里 而且都跟祷告有关 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 保罗说自从他听到那些哥罗西人的消息起 就不住地为他们祷告 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行上 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 好叫他们行使为人对得其主 要知道 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人并不是保罗 把福音传到哥罗西的似乎是一个名叫以巴福的人 以巴福以前有来拜访过保罗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们显然是彼此认识的 在哥罗西书的结尾呢 第四章十二节 保罗提到了一些关于以巴福的事 他可能是该教会的牧师之一 保罗说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福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上帝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信心充足 能站立的稳 这真是信任啊 不是吗 保罗在这里似乎是在回忆他和以巴福一起度过的时光 他们当中也许有人提议说 不如我们现在来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吧 在不同的时间 他们多次为同一件事祷告 而他们心头上的负担之一 就是希望这些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 对于上帝的旨意 能有越来越完备的知识 这个问题 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的一开始 就常常在问的 上帝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旨意 现代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里 他们成为基督徒后 也经常问这样的问题 我如何查验何为上帝的旨意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明确的 也是模糊的 说它是明确的是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 该如何找出上帝在我们人生中 为我们的人生定下的旨意 但是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旨意是什么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问的是我该跟谁结婚 那你不该在圣经里四处翻找 以为自己能指着某节经文说 看来我应该跟玛丽结婚 不对 看起来我应该跟玛莎结婚 哦 看来我是指错经文了 圣经提供给我们的是原则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要我们做的 是学习明白他的旨意 从而能够将那些原则 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里 因此保罗和以巴弗两人也都这样祷告 有鉴于此 我得提出几件事情作为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得抵挡那股 存在某些基督徒心中的 想要探究上帝隐秘旨意的冲动 我应该跟谁结婚 上帝啊 请告诉我他的名字 为什么我们绝不该这么做 因为别忘了生命纪第29章29节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任务 并不是要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任务 是要探究上帝明显的旨意是什么 在我整个基督徒人生和侍奉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一直令我感到惊讶 那就是有很多基督徒 想要探究上帝隐秘的旨意 但对于上帝明显的旨意 他们却是置若罔文 所以这第一个原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然这看起来很令人失望 毕竟人们认为 假如上帝愿意揭露他隐秘的旨意 那人生就简单得多了 这表示我不再有任何责任 不需要做决定 但这样的结果是 我永远也无法长大成熟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青少年 他们从来不必在人生中做出选择 你会注意到 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 他们都变得没有正常的生活能力 以及他们很不成熟 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的第二个基本道理 那就是上帝已将原则 训词和范例 通通赐给我们了 借此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启示的话语中 发现他旨意的运作方式 约翰牛顿是英国一位伟大的书信作家 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传道人 不如说他是伟大的书信作家 他同时也是伟大的诗歌作家 他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 谈到上帝的指引 并且做出了这样的形容 说探寻上帝的旨意 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钢琴家学习弹钢琴 这是需要学习的 要学习看乐谱 钢琴家对乐谱越了解 就越能够自由地弹奏钢琴 并培养出对音乐的鉴赏力 你可能有很好的音乐鉴赏力 你可能是个音乐评论家 你会去参加一些盛大的音乐会 你也能够分辨费城管弦乐团 和洛杉矶管弦乐团之间的差别 你可能拥有这种音乐鉴赏力 大多数人觉得那些音乐听起来都一样 无论在现场录音的人是谁 但是有些人会越听越敏锐 他们听得出来 他们已经学会分辨了 这是借由练习明白乐谱本身 以及乐谱与音乐演奏之间的关系 而做到的呀 从许多方面来说 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就像这样 我要让这个操作手册 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让它流入我的血管 以至于我开始能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思考 并且开始能辨明善与恶之间的差别 以及善与更善的差别 还有更善与至善的差别 好叫我能够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假如上帝直接从天上传话给我 那事情就再简单不过了对吧 但若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任何基督徒会长大成熟了 也没有人需要查验上帝对他们的生命有何旨意 没有人需要做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 上帝要我们的生命有何发展 他要我们长大成熟 所以我们必须记得 我们首先应当要抵挡那股想要探究上帝隐秘旨意的冲动 我们应当认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和训词 我们也必须记得 上帝要我们这些新约基督徒在人生中做出选择 上帝确实要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表示你还没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你错误地仰赖某种拐杖 你仍然是个属灵的婴孩 因为你无法查验并遵循上帝的旨意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 但要记得 他是我们的牧人 他以应许要领导我们指引我们 我们是他羊群里的小羊 你曾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回顾过往 心里想 我本来可能会跌得更惨 我们是他羊群里的羊 他将我们抱在怀里 但是有些时候呢 你去看看乡下那些养了很多羊的地方 你会看到牧羊人有时候会把小羊放下来 小羊便跌跌撞撞地学习站稳 过程中牧羊人会持续注意他的羊 让羊之不至于走失 同样我们也能十分确信 主虽然要我们学习长大成熟 要我们查验并遵行他的旨意 但他也应许说他会陪伴我们并指引我们 当然在他令人惊奇的慈父般的护理下 很明显的他有时会容许我们犯错 但他也总是带着他的墓葬出现 把我们拉回正路 我们便知道我们能够信靠他 那么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要回来看我先前讲过的内容 我说过上帝往往借由 他在圣经里赐给我们的原则 喊训词来指引我们 让我试着进一步解释吧 第一个原则就是 上帝赐给我们特定的命令 上帝在圣经里的许多地方 而命令我们做某些事 我认为有意思的是 当你回顾自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历史时 会发现自从教会历史的一个时间点以来 人们开始针对如何获得指引 如何探究上帝的旨意 这类的主题写书 这是很新的一件事 大约在十八世纪之前 基督徒都没写过多少 关于探究上帝旨意的书 为什么 你可以这样思考 这是因为那时 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里 父母都会教导儿女学习药理问答 在苏格兰 父母教导儿女小药理问答 而他们自己也会学习 大药理问答的教导 各位去看一下 这些药理问答和改革宗的药理问答 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这对现代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 是非常难以吸收的 这些药理问答 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是关于实戒的 震惊 惊恐 律法主义 你怎么教小孩子这种东西啊 你想为什么我们对于探究上帝的旨意 这个主题感到如此困惑呢 不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实戒当中 这十个是用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重要基石吗 药理问答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原则 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 我们该避开什么 我们该做什么 各位想一想就能明白了 以前的父母会教导孩子学习这些原则 难怪以前的基督徒作者 不需要写书探讨如何探究上帝的旨意 毕竟在以前 年轻的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都带着这种 根据圣经真理打造成的镜片 来看待整个人生 所以他们可以算是通过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的 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 对于上帝要我去做什么 这个问题 你我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受实戒的内容所指引的 当然 实戒不会告诉你要跟谁结婚 不跟谁结婚 但这并不是你每一天都要做的选择呀 以上就是第一个原则 说来令人难过 我认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已经变得太骄傲了 我们居然以为自己不再需要实戒了 但其实我们不可能超越实戒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一直在遵守社会中新增的各式各样的法律 而这个社会开始把实戒丢在一旁 并且说我们懂得更多 我们能做得更好 但是这整个灾难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当我们丢弃上帝的实戒时 我们就必须额外制定上千条法律来收拾残局 记不记得西伯来书第八和第十章 所引述的福音应许内容提到了圣灵的作为 当圣灵来到的时候 他将会把上帝的什么写在我们的心上呢 上帝的律法 这是一个美好的原则 但基督徒却经常拒绝 上帝已经赐下了命令 而这些命令支配着我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 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智慧才能加以活用 举例来说 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意思 显然是说你还小的时候 要顺服你的父母 但是在你结了婚 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以后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不再是顺服父母了 如果你结了婚以后 仍然把我们要孝顺我的父母 当作新家庭的原则 那你就会陷入属灵的危险之中 因为这条诫命的内容并不是当顺服父母 而是当孝敬父母 这表示说你还小的时候要顺服父母 而当你长大成人并且结了婚以后 父母对你的权柄就被解除了 但是你仍然要继续孝敬他们 这样一来 你有时候就得好好动脑了 在座各位多少都有纳闷过 如今有了这个新的家庭 我不再有义务要顺服父母了 我离开了原先的家庭 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 那么现在我该怎么持续孝敬父母呢 这就是你需要从十诫以外的经文 或者智慧的时候了 实戒里的许多内容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给的是原则 遗憾的是 我看过有些基督徒父母在儿女结婚以后 仍然坚持要儿女继续顺服他们 而且还说这是上帝的诫命 这不是上帝的诫命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 反而是使自己不再配得敬重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好好明白圣经 也需要有智慧的应用圣经 我们真的是非常需要完善地通晓上帝所赐的命令 第二 上帝不只赐给我们具体的命令 也赐给我们训词 事实上圣经里有整整一卷书的训词 也就是真言 有意思的是 真言的开头看起来就像一系列大纲式的讲论 内容就像一位敬前的父亲会对儿子说的话 敬前的母亲也能把它转而用来教导敬前的女儿 总之呢 这一长串的内容都在讲解有关明白上帝旨意的绝佳原则 接着就是一连串几乎像是大杂烩的警语 教导你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中该做些什么 而其中有些内容是在需要好好思想一番 例如真言告诉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望话回答他 又告诉你要照愚昧人的愚望话回答他 这两句话怎么可能同时都充满智慧呢 其实你只要有点人生经历就会发现 他们都充满了智慧 因为有一些愚昧的人需要你按照他的愚昧话来回答他 也有一些愚昧人 你不该用同样的方式来照样回答 说来也真令人难过 许多人急切地想知道上帝的旨意 想知道在各种情况中该做些什么 但他们真正的问题却是忽略圣经 也有的人心里想 反正上帝会向我启示他特殊的旨意 上帝为什么把整本圣经赐给了我们呢 难道不是要我们明白整本圣经吗 因此我们所能为自己和儿女所做的一大美事 就是确实地明白圣经 在这个语境中我还有第三件事想跟各位说 上帝赐给我们命令 赐给我们训词也赐给我们普遍的原则 来帮助我们生活 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新约圣经最明显呈现出这一点的地方之一 居然就是在最功能失常的那两个教会之一 这个教会跟尺头保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是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似乎曾经写信问过保罗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们在信中说 请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在这个情况中的旨意 而保罗在教导他们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原则 我认为非常有助于我们处理有关上帝旨意的难题 所以就让我列举这其中的七个原则来作为这堂课的结尾吧 七是一个好数字 我并不是说这些原则能完美的质疑你明白上帝的质疑 只是我自己发现他们特别有帮助 当我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呢 如果圣经似乎没有完全清楚的告诉我具体该做些什么 那我必须问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合乎律法吗 换句话说 这是否符合上帝的话语和质疑 毕竟对基督徒而言 没有任何抵触上帝话语的行为是合乎律法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是二节提到的 他说只要不抵触上帝的旨意 凡事我都可行 但是如果有人说凡事都没问题 那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回答了 所以保罗说你必须问的问题是 这个行为对我和他人有没有益处 接着保罗提到了第三个问题 这会造成辖制吗 很有意思对吧 你知道吗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我们有些人就会因此受到挟制 我们会把这些事变成偶像 相关的例子很多 例如古典乐和高尔夫球 又或者例如观赏网飞或是沉溺在自己的花园里 所以你必须问这个问题 如果我从事这件事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 他会对我造成辖制吗 如果会 那我就必须在从事这个活动时 持守非常特殊的纪律 接着是保罗问的第四个问题 这算不算得上是完全以基督为主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至二十节提到这一点 这算不算得上是完全以基督为主 再来是第五个问题 保罗借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来问说 这对众人有益处吗 这真是考验人心啊 我可以这么做 我这么做是正当的 我想要这么做 我们这么做是对我们有益的 但这对其他人是有益的吗 毕竟我们并不是以自己为榜样 或为自己而活的 接着 保罗给了我们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来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节 他说 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圣经的榜样 你会发现这很需要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有亲密的认识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责任 那就是我们应当越来越熟悉上帝的话语 再来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对我们很有帮助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要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算不算得上 是在宣扬上帝的荣耀 毕竟宣扬上帝荣耀的作为 永远都是上帝的旨意 永远都是上帝的旨意 再来是在宣扬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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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你 感谢观看